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新城乡四年一次的联合丰联节活动 是在七星潭的赏兴广场登场 而来自乡境内的18个部落约有6000位的族人参与 展现了大家对于传统歌舞之美的传承工作 而新城乡长和立台也感谢乡亲和游客 来到这里和族人们共舞庆丰收 另外县长徐真伟最后也和大家千人共舞的尾声时候 来到县场和大家一起共舞 释放烟火象征璀璨的新城 现在将四年一次的联合丰联节活动 20号在七星潭赏兴广场登场 在董头目郑县人的带领之下 先向祖林祈求花莲可敬平安来免庆丰收 紧接着就是进行各部落创作音乐展演 大家拿出自己的实力来为活动来暖场 新城乡和立台巡视各部落带领者代表会 部落头目向主人们致意 大家可以说是相当开心来办理乡内最大的活动 新城乡和立台代表会主席陈秀林则是相当感动 夏季最深大的活动就在新城乡 今天感谢祖林马拉道 是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 洗洗的围风 让我们在七星潭 大家共同来为我们四年一度的联合风济 大家各部落在这个地方 共同来展现部落的精神 以及传承这个文化 所以要在这边代表地方各界 向我们新城乡所有的族人来表达敬意 新城乡是多元族群 可以说是多元融合的一个乡镇 在新城乡各个部落互相来尊重 尊重自我的文化 我们当然今天利用这个机会 让我们所有部落的精神 以及传承的文化在此展露无遗 今天是我们新城乡四年一度 在七星潭举办盛大的联合风廉祭 首先非常感谢现场的嘉宾朋友们的共襄盛举 与我们一起来感受到 我们原住民朋友的传统文化与热情 除了公所团队精心的规划之外 还有今天参与演出的族人 都非常的努力在延远的夏天 每天每天不断的练习武打 汉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为了就是把最美好的一面呈现给在场的各位 第一位副昆琪 陈寅 陈天才 孔文景 原委会副主委 林毕霞 先野郑宝秀 邱光明 李正文 迪布斯以赖 周军佑 现在下面代表会全体同仁 和歌村村上等贵宾一同来参加 现成向盛事 希望许中也在把门杠中前来参加活动 既主邻马拉道的仪式 从来就是以最盛大的心情来支持部落 来崇敬部落 来感恩部落 我相信今天的风年季 马拉道主邻一定有相当的感应 来忽悠我们的族人 能够一切顺利平安 河里台乡长对于人民事务的看重 以及对于人民事务不断不断的加深推广 我要再一次感谢大家 也感谢河里台乡长 展演歌舞以传统创业为主的演出 将近一个月的练习时间 大家拿出最佳的表现来呈现给大家 最后还安排圈人共舞桥段 游客一起来唱跳长达20分钟 感受原住民热情歌舞的活力 维生则是释放烟火 象征璀璨星辰 这个中文字幕志愿者